陶思玄 情感心理专家 对情感关系女性问题 有十几年的调查研究 这个因素 你 我 环境 当你想跟对方有沟通的时候 首先我们讲这个事件 然后这个事件带给我的 是什么感受 就此打住 一定不要加任何的评判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然后请观众上来演绎一下 一位先生 一位女士 好 那我来点了 第二排穿粉衣服的 我们俩是英雄所见略同 穿粉衣服的这位男士 来 请坐 那就在第三排穿红衣服的这位女士吧 来 比如说今天先生下班又回来晚了 深更半夜才到家 会怎么样表演给大家看 怎么又这么晚啊 干嘛着 公司开会才回的 这么晚开什么会啊 在外面见客户 在外面开的 去哪见客户了 在外边边吃饭边见客户边聊了聊 怎么老是这样啊 工作决定这样啊 这也没办法 下次能带我一起去吗 补底抽薪 看情况吧 去量吧 如果说是环境允许的话 这都没问题 好 谢谢 她们表演得非常好 谢谢 这个是我今天刚刚接待的一对夫妻 但是她们之间呢 这个太太显然要比我们这位女士要更加的聪明 我们这个太太就是这样问的 说她先生 端午节前一天晚上 你去哪了 然后她先生说 开会啊 你没在会议室 你在哪开会呢 她先生 你怎么知道我没在会议室啊 我查过 你就是不在 在哪开会 然后先生说 有客户 见客户去了 不对 你见的不是客户 因为她查了她的刷卡那个单子 在什么地方 这个女士是先把前边的侦探工作已经做完了 证据充足 确凿 然后才来责问这个先生 实际上这个事情本身就不能这样处理的 男人是不能够穷追猛打 是不可以这样去做的 如果这个人你还想要 就像类似这样的状态 先生回来得很晚 很显然这个 也确实让女人的那个发散型的思维方式 忍不住就要开始工作 男生一定要记得 女人是极其善于联想的 你给她一个黑点 她就能联想出一大片的黑暗来 女人天生就是这样的会联想 所以你一定不要让自己的回答那么的曖昧 那么的充满了漏洞 其实男人的这个思维方式就是现行的 她在一段时间里边只能专注在一个点上 所以她的记忆力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好 她安排不了那么周密的一个计划 说是怎么样怎么样 她的回答就很可能会有一些 你认为是漏洞的 但其实可能未必是漏洞 可能只是她做了某件事她忘了 就那个事情对她没有那么重要 她就忘掉了 很有可能是这样的 当然我不是说绝对 百分百一定是这样 这个还是需要再去具体问题 具体的分析 但是你要记得男人的思维方式 记忆特点是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在的 那是那个一致性的表达 女生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怎么样去应对 其实你只需要表达这个事情 先说这件事情 你经常回来的这么晚 这是这个事件 对不对 我们客观地描述这个事件 我非常担心你 我不知道你在外面是不是喝醉酒了 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我很担心 这是你的感受 其实女人叨过来叨过去 叨过来叨过去 为什么呀 不还是你担心她吗 那干嘛让我那么大弯 你就直接告诉她 你担心她好了 然后最后是说你的期待 我希望你怎么做 这就是一致性的表达 到此为止 然后就要觊觎男人充分的信任 你们一定要相信 自己的那个男朋友和爱人 他是个男人 他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 知道那个霹雳马里翁效应 期待效应 你内心深处期待的一件事 他就会变成现实 相信我 他一定会变成现实 如果你内心总是把你身边那个男生 看作是一个完全负不起责任的小男孩 一遇到一个美色 一遇到一个女生就会被诱惑 他就是那么的经不起诱惑 你放心 他很快就会变成这样的 所以同样的 如果你希望对方是为这个家庭承担责任的 那你就要给予他这样的信任 这个信任是发自内心的 而不是嘴巴上讲一讲 嘴上说我相信你啊 我相信你啊 然后转过脸又问 那天晚上你到底跟谁出去了 那么你真正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 你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 那么这个男人就真的很快会让你不值得信任 反过来也一样 如果这个男生总是说这个女生 你就是一不讲道理的泼妇 这个话反复说反复说反复说 一个再知书达理的女人 一定会变成一个不讲道理的泼妇 当我们去爱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是一定要朝向对方期望去发展的 否则我们会觉得辜负了她的爱 辜负了她对我们的期望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一致性的表达就非常的重要 曾经有过一个电台主持人 她就是跟她的太太之间是完全的毫无保留的 她把自己置于一个非常公开的状态下 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去容忍她太太 随时随地查她的手机 一年半以后她太太自己也觉得查得挺没劲了 所以就不查了 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 实际上是这一年半的时间 让她太太建立了足够的安全感 她太太可以信任这个男人是不会背叛自己的 她真的爱自己 真的很在乎这段感情 所以她后面可以不再去查了 那我个人 我真的不建议这样的方式 我还是会建议女生男生 都要自己让自己的心灵去完整起来 这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 你不要寄希望于那个男人 因为这样的男人太少了 男人的耐心度远远低过女性 而且男人的生命价值核心 在于她的社会角色的成功 而女人的生命核心价值在于关系 一个女人可以事业做得不好 但是她如果有一个很好的家庭 很好的丈夫 很好的孩子 那这个女人就是幸福得一塌糊涂 然后就是所有女人顶礼膜拜的一个偶像 那这就是一个成功女人 可是一个男人不能说 我有一个好太太 我有一个好儿子 我就是一成功男人 不是的 男人的成功是用社会角色来衡量的 这就决定了男人和女人 她对于亲密关系的这种需求度是不一样的 男人她要达到社会角色的成功 她需要很多的因素 朋友 机会 通通这些是少不掉的 对她来说非常重要 她不可能失去这些东西 那男人也好女人也好都是人 她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 男人不是神 女人真的不要期待男人是上帝 她就是个男人 所以她的时间精力也是有限的 当她分出一部分 而且是相当一部分时间精力 在她的事业上 她的朋友关系上 她的社会交往上的时候 她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 再来给到你所需求的这些东西上 我这个时候会建议女生 给自己的生命多一些支点 不要让男人成为你生命中唯一的那个支点 我俩就是总是因为特别小的一个事 就能够炒得天翻地覆的 像才刚发生的 就是我在家里头 晚上的时候给她做了红烧肉 那个我觉得我是挺努力地在做了 然后她回来之后也挺高兴 但是后来那个肉炒到最后的时候 马上就要很完美了 结果呢有一点炒糊了 我当时挺生气的 然后就怪了她一下 我就说你也帮我看着点 怎么回事呢 我当时看那个脸色 就是火一下就已经上来了 已经止不住了 就脸变成红烧肉色了 我当时只有什么话都不说 再别有一点的气了 她才会没事 可是我没法控制自己 之后就打起来了 打起来之后 她特别习惯于就摔门走出去 然后一天两天都不理我 这个我觉得我根本没法接受 我觉得我是希望当时吵吵吵 然后把这个问题说完了 就完了这样 可是她要说不过你的时候 她能怎么着啊 那我也没法接受 说一下两三天不理我的 我觉得这么一点小事 说开了就行了 我不是说诚心故意怪你 我们总希望对方就能承受自己所有的一切 可是她也在外面没那么顺当啊 她的气冲谁发呢 我也没说要非得发成什么样 你哄哄我就完了 她做不到 因为她在意你 你知道当两个人真的很在意对方的时候 随便你说一个事情 就会对她引起一个波澜 对 我也明白 但是那我以后就不能说话了吗 亲爱的 我们愤怒的时候一定要冲着自己爱的那个人发吗 爱人是拿来爱的 不是拿来打和骂的 我不是说你一定不可以发火 但是你的利益点是需要调整的 爱人是拿来爱的 一定记得这句话 不是拿来骂和发火的 当然因为爱 她会要更多的包容你去承担这一些 可这不是她的责任和义务 那我就应该就以后有了火就不发了 我们为什么不能找一个更好的方式 去看一看自己这个火从哪来的 然后有一个更好的方式去处理 为什么一定要选择 我要把这个火撒到她身上 另外宣泄愤怒会有其他更多的方式 宣泄愤怒最好的方法不是去冲那个人发火 而是用声音来表达 你刚才再三反复地在问我 难道我愤怒的时候我就不能冲他发火吗 当你再三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它意味着在你的内心有这样的一个观点 爱人就是要承受这些的 所以我才告诉你 亲爱的他没这一物 爱人是拿来爱的 那接下来我才要去说你的老公 我来问一下这个先生 你太太刚才这样的表达里边 你听到了什么 我听到她就是 就是她的那种可能那种需求 她觉得我满足不了她 什么需求 就是当她有一种情绪需要宣泄的时候 我没有能够去帮她去消化 把这个情绪很顺利地去引导 还有一个就是听到 就是希望我可能对于她的就是这些感受啊什么的 就是她有这种习惯性的这种东西 希望我能可能能理解她 就是说能够接受一下 她觉得就希望能够及时沟通 或者说白事能够冲给的比较及时 对她来说 即使你们俩打架都好过你出去 对对对 她说她那个红烧肉被烧糊的时候 那一瞬间她是什么样的感受 你听到了吗 她觉得她就是想为我做一些事情 但是没做成那种失望 她想要把最完美最好的东西给你 可是这个愿望落空了 她非常难过 她难过是因为不能给你最好的东西 因为她是一个比较追求完美的人 当她没有能够达到她影响的状态的时候 她总有一种情绪 情绪是对准谁的 对准她可能周边比较近的人的 错 对准她自己的 她苛求自己的完美 当她做不到完美 很有挫败感 你让这样的一个小女孩 她怎么去面对自己的挫败感 我真差劲 我连一个红烧肉都做不好 你让她怎么样去承受这个东西 她这个愤怒情绪是一定要转向他人的 所以她把责任转给了你 你怎么不帮我看着点啊 这个责任转移的时候 她会舒服一点 那你知道她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她在责备她自己 这个时候她需要的是什么 是你的肯定 你需要告诉她亲爱的 没关系 红烧肉有点糊味 味道更特别 现在已经知道了 她所有的火 其实是因为她对自己不满意 她有很强烈的挫败感 你知道这一点之后 你需要做什么 我告诉她 我说这世上很多事都不可能是完美的 她总是有一些瑕疵的 这东西 你不能对自己要求过高 你是一个超理智型表达方式的人 你能不能 在两个人生活当中 咱不要讲那么多道理好不好 你就直接给她肯定就好了 她红烧肉烧得再糊一点 她还是个好太太 我明白 而且她为什么要烧红烧肉 为什么要那么苛责 有一点糊都不满意 因为她想给你爱 我刚才已经提醒你了 这是你需要注意到的 你要反应她的 你要回馈给她的 也是这一点 亲爱的 我知道你是想要给我最好的 你爱我 我也很爱你 这是你要肯定的 然后你还要肯定 你是很棒的太太 对 我觉得 这方面我没有反应过 其实以后改让 以后改让 我们鼓励鼓励她 我让你感到发现 跟太太太 好 我叫她